台湾防疫失守 7日平均确诊数字 由5月15日的42宗 持续攀升至26日的508宗 除了官方校正回归的追加数字 引发争议 疫情相关的假消息 也充斥社会 在台湾疾管处澄清专区 可以见到 例如有假存确诊者行踪 台版安心出行监控人民 再夸张一点的 还有全疫情严重时 台湾一日会烧百多具尸体 医院将患者围体棄至河中 甚至连总统确诊未报都有人传 腰劳繁皮于抗疫的 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花时间解话和澄清 中心指挥官曾时终重申 切勿乱发相关假讯息 因为有机会触犯法例 最高可罚款300万台币 或者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区役 多年观察台湾问题的学者就指 台湾无论疫情亦后 的确受假新闻困扰 在一些数据,例如2019年 瑞典的哥德堡大学都曾经研究过 全球179个地方 发现台湾最容易遭受外国假新闻的攻击 还要排到第一天 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台湾的资讯相当流通 大家就可以接收到不同地方的消息 留意满天飞 台湾疫情有没有受到假新闻影响? 当未知的时候 那种人心虚胁 其实每个社会都会有 第一个是假新闻最主要 就是引起群众短期的恐慌 就是你有一个很即时的情绪反应 才会造成一个社会动荡 你看回刚刚出现了新型肺炎的时候 台湾都试过口罩短缺 大家都试过排队 甚至乎今次在大台北地区 出现了一个疫情的爆发 看到一些超级市场被人抢够一胸 大家会去掌紙巾或者罐头 虽然没有一个很大规模的乱事发生过 但是抢的也会有 但是他认为假消息能否发挥作用 有两个关键 其实关键就是你有没有一个 在社会上有没有一个权威机构 权威机构不是一定是政府 政府也可以没有权威 它公布了我们现在的清洁液 或者防疫用品还有多少的时候 大家都会很安心 那么我还抢来做什么呢 第二就是市民的接受程度 关键就是民众对这个所谓假新闻 他的相信程度是有多高 那你才会出现到一个效应 去影响到整个公共管治 如果大家都不相信这个新闻的时候 其实就不出现这个问题 当大家停一停想一想 譬如我刚才说 很多台湾的人 有46.67%都是大专以上的 大家知道停一停想一想一想 就知道那件事是真还是假的